好,来咱们继续哈 刚才咱们看到是第一种 A标签的第一种用法叫页面链接 我可以从我的页面 我可以从我当前的页面 链到链到我的网站的另一个页面 或者链到的别人网站 你看很多网站底下是不是都有友情链接啊 从我的网站可以链到别人网站去 对吧,那种叫有情链接 就链到别人的网站 而上面这些链接一般都是链自己的 对吧,上面那些链接都链到自己的网站 好,链自己的话就给个页面的名字 给个页面的名字要链到哪个页面 链别人的话就要写完整的UIL 刚才我说了哈 这个东西叫UIL 叫统一资源定位符 有了这个东西就可以唯一的标记 网络上的一个资源 你们之前讲Python 讲那个网络数据解析的时候 从网络上去拿一个阶层数据 对吧,是不是也是要写这个UIL啊 你给一个UIL 就可以拿到它给你的资源 拿到一个资源 拿到一组数据对吧 好,这个叫页面链接 这个听懂了吗 应该比较简单哈 来再看第二种 这是刚才的第一种 叫页面链接 第二种链接叫毛链接 或者叫毛点链接哈 叫毛点链接 什么意思呢 大家一定看过这样一个功能哈 就是尤其是你还看一些 看小说的网站上的时候啊 这个页面可能很长对吧 然后可能滚滚很久哈 滚到最底下去了对吧 好,然后在最底下的时候 一般都会有一个叫回顶部的链接 对吧 有个链接一点就回到最顶上了对吧 这种叫毛点链接哈 就从底下点下去去到最顶上了 或者从顶上点下去到最底下去了哈 这种就叫毛点链接 或者说一本书很长 你点个地方它就到第一张对吧 它页面上有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 你点个点下哎 就可以跳到第一张去了 再点下去跳到第二张去了 这种就叫毛点链接哈 好怎么做呢 来比如说我们来 我来到最底下哈 来请看我来到页面的最底下 你看我在这放一个 先放个P标签吧 然后再放个A标签 然后写个回顶 回到顶部哈 回顶部 来各位请看哈 我在这写了一个A标签 加上来HREF属性 写了个回顶部 待会我希望点了这个A标签 就直接回到最顶上去哈 回到最顶上去 现在行不行 就这样写行不行 那肯定不行对吧 来咱们看一下哈 现在这个标签已经 哦 这个这个加了P标签之后 都变成这样了 那不管它了 就这样吧 假如说现在我们点了这个 我希望这个网页回到最顶部哈 哎 我还什么都没做呢 他就给我回去了对吧 太神奇了哈 好 正确的做法应该怎么做呢 这个叫毛链接 所以咱们要在顶部哈 在这个网站的最顶部 看好 咱们在网站的最顶部 放一个毛点 要放一个毛点 怎么放毛点呢 也是放A标签 但是不写东西 不写HREF属性 起个名字 这个名字 我给他起个名字叫Top 就顶上嘛 这个名字随便起哈 叫Top 我叫他Top 你要起Hello也行 你要起个Sheet 狗屎也行哈 这个无所谓 好 但是怎么去到这呢 怎么去到这个地方呢 好 请看哈 这里写上什么呢 这里写上警号Sheet 警号Sheet 警号Sheet 好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去到 就可以 待会你点这个 点这个回顶部的时候 他就会去到这个叫Sheet的毛点这里 就会去到这个毛点 就会去到你放到这个毛点这里 哎 这里是不是就相当是页面的顶部了 这是第一行代码吗 就是顶部 来咱们试一下行不行哈 那你看 现在我点这 回顶部哈 回顶部 点了就是不回来了 好 如果在顶上来个去 去底部呢 怎么做 我还翻个去底部怎么做 好 我在底下再翻一个 再翻个Sheet 哈 好 但是我点了就要去底部哈 去底部 然后你看 我是不是在底下 要翻个叫Sheet的毛点啊 最底下翻个毛点 对吧 好 我在这放在这哈 我在这放一个毛点 不写HRF属性 写Lam对吧 这个叫Sheet2对吧 好 我这放一个毛点 待会你点这个 点这个超连接的时候 他写的顶号Sheet2 他就会去到这个毛点所在的位置哈 来咱们看一下 你要我点这个去底部 看到没有 是不是到底部了 点这个回顶部 是不是回去了 看到没有 这个叫毛点链接哈 叫毛点链接 或者叫毛链接 好 而且我告诉大家哦 这个毛链接不仅可以去到当前页面的顶部 底部或者指定的位置哈 你还可以指定一个页面 比如说假如我Hello这个页 我这个这个页面上哈 假如我这个页面上有这么一个东西哈 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 比如我随便考一段新闻进来哈 来我随便考个新闻进来 随便考一段内容哈 哎 这个这啊 就从这开始哈 这内容够长了对吧 再来一点吧 如这么长 好 好可以可以可以 就这个哈 Ctrl C 咱们再来Ctrl V哈 考过来 你看哈 假如我希望哈 从这边一点 这边有一个比如说这儿我我放一个毛 我放一个超链接啊 一点 它是去到另外一个页面 然后某个地方哈 比如去到这个页面的这个位置 你看我也可以在这儿放一个锚点 我给它起个名字哈 叫FOO 你看我可以在这儿放一个锚点哈 放个锚点叫FOO FOO 你看我可以这里可以写什么呢 我可以写hello.html 仅号FOO 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看哈 去到hello.html 然后放了这个叫FOO的锚点的地方 看到了吗 还可以从我当前一面 跳到另外一个页面的锚点 这个也是可以的哦 来咱们试一下行不行哈 来咱们把这个 先把这个页面跑一下吧 看这个页面够不够长哈 哎这个页面已经够长了对吧 哎呦我待会去哪呢 哦我把他改一下吧 加个P标签吧 没有P标签的话 待会就不好找了哈 哪个段落标签吧哈 哪个段落标签 嗯 嗯前面也加上段落吧 加上段落哈 大家都加上段落吧 加上段落的话 这就比较好找一些哈 哎呦推长了哈 这个 好了差不多了差不多完就好了哈 来哎呀伟大的工程终于完了哈 来咱们看一下哈 好了你看哈 这个有这个页面上有很多个段落对吧 但是我是不是想来到最后这个段落啊 就这个地方对吧 革命什么理想高于天的是吧 就这个地方哈 来咱们看行不行哈 我现在做了一个叫哈喽.html 警号FO 来咱们看一下哈 你看这边有个看新闻对吧 你看我点了点他哈 你看点他这是不是打开这个页面了 打开哈喽了 而且你看去到哪了 是不是去到革命理想高于天这了 看到了吗 这种锚点链接哈 除了可以挑到自己页面上的某个位置 还可以挑到其他页面上的某个位置 好 这个叫锚点链接 这是第二种 等一下来试哈 放锚点 再说一遍 放锚点是放A标签 加上LAM属性 这是放一个锚点 好 去到锚点是写A标签 HREF 警号 后面跟上锚点的名字 是不是就可以了 看懂了吗 这个比较简单哈 好了 这是第二种叫锚链接 或者叫锚点链接 来这说第三种 第三种叫功能链接 功能链接 好 功能链接能干什么呢 比如说你看哈 一般网站上最底下 他有一个这么一个东西 叫给站长发邮件哈 我再改一下吧 一般网站到最底 最底下都会有这么一个A标签 叫给站长发邮件哈 联系站长对吧 就是联系网站的管理员 联系网站管理员一般怎么联系呢 都是发邮件对吧 发邮件 好 怎么才能打开邮件客户端呢 好 我们写个mail2 写个冒号 比如说你写下我的邮箱 你可以写你自己的哈 待会如果你点了这个链接 他就会打开邮件客户端 在Windows系统上 如果你装了Outlook Express 或者装了那个什么 什么Foxmail那种邮件客户端哈 他就会自动打开你的邮件客户端 我这边呢 苹果的系统上是打开这个哈 苹果的苹果系统有这个 他会打开这个哈 发邮件这个客户端 来咱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哈 好 你看这个叫 这个就叫功能性链接 这种链接哈 就叫功能链接 他是打开邮件客户端 或者是干一件什么事情哈 他叫功能性的链接 来这么运行一下 试一下哈 好了你看 底下这里就是我刚才做的联系站长 来我们点一下哈 你看点了他之后 你看 是不是自动启动了这个邮件客户端程序啊 而且你看 说把邮箱已经写进去了 看到了吗 把邮箱已经填进去了 这不就给站长可以发邮件了吗 对吧 好 你看哈 还有哪些常见的功能性链接呢 你会发现 一般的网站上还有一个什么呢 一个聊天 可以打开QQ的链接 对吧 打开QQ 或者还有那种类似于那种 点了之后会执行段代码 会出一个什么 会谈个框枫里面什么事情啊 或者怎么样哈 这种都属于叫功能性链接 叫功能链接 或者叫功能性链接 好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发邮件 好 等一下 你先把这个做了试一下哈 我再告诉你 如果想打开QQ 想走 比如说你要联系 联系站长 是用QQ去聊天 找这个站长去聊天 告诉他 告诉他一个什么事情 如果要打开QQ 这个应该怎么做哈 我稍后告诉大家 来先把这个试一下 一个是毛链接 一个是功能链接哈 来自己试 OK 感谢观看